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新闻速递,我是淳子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主要药文有 南韩再多14人被确诊感染俗称为星沙市的中东呼吸综合症 令总感染人数增至了122人 南韩的保健福祉部就表示 新增的患者当中的8人 5月27日至29日在三星首尔医院被传染 一人与相同期间在汉陵大东滩慎心医院 与一名确诊患者接触之后被传染 而其余的5人当局正在调查他们受感染的途径 在三星首尔医院被传染的其中一名新增患者是一名孕妇 也是目前122名确诊的患者当中首宗孕妇的确诊病例 她目前的情况较为稳定 由于外国也很少孕妇感染病例 当局不确定会否出现其他的并发症 到访英国的外长王毅与英国外相夏文坦进行了会谈 王毅就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10月到英国进行国事访问 将会为两国的关系黄金时代揭开序幕 王毅表示习近平到访是今年中英关系最重要的日程 将会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心理成碑 他就表示中英关系日趋成熟稳定 双方的重要任务是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开辟新的增长点提供新的推动力 夏文达就表示热切的期待习近平到访 英方也愿意同中方加强双边合作 又欢迎中方扩大对英国基础设施 民用核能等项目的投资 英方愿意在英方国家对华合作方面 发挥更强有力的带动作用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就表示 可通过其他国际机制而非与机器的对话 参与全球治理 他在米兰世博会出席俄罗斯国家管日活动 并与意大利总理伦齐会谈 普京就声言俄罗斯与机器间没有任何的关系 但俄罗斯与机器仍然可通过双边机制 开展对话与合作 他又强调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 损害俄国与意大利两国间的合作 成为企业间合作的客观障碍 伦齐就表示 落实明斯克协议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出路 而执行明斯克协议也要在国际的层面 加强同俄罗斯的合作 德裔科机造成150人死亡的空难 其中44具遇难者的遗体运返德国 大批家属前往杜塞尔多夫机场 看着在有亲人遗体的棺木 由灵车运走 空难当中的16名德国交流生 及他们的两名老师死亡 运在棺木的灵车途经位于哈尔滕 他们生前所属的学校 大批拿着白玫瑰的居民在马路旁送别 学生在学校操场就点起了白色蜡烛 校方又种植了18棵树以示纪念 空难中其余遇难者的遗体 在未来的树心期 会陆续运返他们的所属国家 在美国芝加哥的行政长官梁正英 再次强调香港作为内地与世界的超级联系人角色 他在芝加哥出席贸易发展局活动时就提及 香港与内地将会实行基金互认 不单开启内地与香港的资金互流新渠道 而国际市场也可利用香港平台与内地进行互联互通 另外梁正英提及香港在内地一带一路倡议当中 多个领域具有良好的竞争位置 其中就包括服务物流 以至于建机项目管理等等 预料相关的专业服务需求将会带动 将会随着一带一路的大量增长 关注完了以上的要闻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经济板块的消息 首先来看一下港股今早的开盘情况 港股恒生指数昨日五盘因香港出现银寺的新沙市病例急跌 收跌1.12% 今早反弹高开0.94% 涨250.51点 报26938.15点 国企指数涨1.19% 涨161.84点 报13778.51点 蓝筹股涨多跌少 首先来关注涨幅榜方面 中国移动大涨3.5% 领涨蓝筹 工商银行长河涨2% 利丰涨1.9% 中国人寿涨1.6% 再来看跌幅榜方面 华润电力跌1.4% 为表现最差的蓝筹股 华润地跌1.2% 金沙中国跌1% 银河娱乐跌0.4%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表示 明确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措施 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稳增长条结构 他同时指出 要将消费金融公司试点扩展至全国 会议指出 发展消费金融有利于释放消费压力 而促进消费升级 决定将消费金融公司的试点 由原本只有16个城市扩大至全国 鼓励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 而国内外的银行以及互联网企业 设立消费金融公司 会议上也提到将会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 以及支持农民工等回乡创业政策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渣打集团的新任行政总裁日前表示 有信心令业务重返正轨 并要重建客户和投资者的信心 行政总裁比尔温特斯首日上任 向员工发出了公开信 他就表示集团过去经历了一段高增长时期 但近年面对了不少挑战 承认曾经犯错 令集团的表现受到影响 有需要重新部署未来的录像 他续称 在未来数月将会公布一系列的改革计划 希望能重建客户以及投资者的信心 更重要的是为集团争取较好的回报 他又提到 首要的目标是强化资本 并会将业务进行重整 令集团有持续的增长 有信心可以令业务重返正轨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佳 日前就表示 MSCI未有实时纳入A股 其中一个重点是深港通还未开通 他在接受访问时就透露 深港通渴望在宣布开通后 三至四个月运作 李小佳指出 北上额度最终会被取消 但在额度取消之前 可研究在指数调整当日 做特别安排以便资金的调配 他指出 整体上中港股市落后于其他的股市 他就预期AH股价差会逐步的进行收窄 港交所正在研究引入工具 让投资者可于AH股价收窄时进行获利 领会房地产基金去年物业收入的 进额增长达到9% 管理层就表示 零售世道转弱影响不大 而租金仍然会有一定的增幅 房缸旅客减少 今年租金仍然会有一定增幅 他续称 在收购资产方面 会个别考虑不同的项目 暂时未有收购计划 领会正在研究南中国一带的投资机会 包括在四大城市物色高端商场 以及甲鸡商商 希望可以带来实时的收益 领会去年物业收入进额增长9% 可分派收入总额达到40.6亿元 升6% 默契每基金单位分派93.2% 连同中期分派 全年每单位分派增长一成 领会未来5年会进行16项的资产提升项目 至于计划改名 公司就表示 主要因为公司名称不能够在内地进行使用 新名称会适当的时候进行公布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所有的要闻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天气情况 现在香港的气温大约维持在31摄氏度左右 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